今天新一的秘密专题报道 要带您走访桃园的南坎西 桃园第二大溪流 南坎西的沿岸充满了非常多的燃整业者 还有化工厂 他们每天持续排放废水 这些水里头都含有一种环境 荷尔蒙叫做人积分 如果按照法规来看 他们其实没有违法的 因为台湾的法规没有规范 不能排放人积分 只不过人积分进入人体之后 会造成性别的变异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这个数据告诉您 每制造一顿的衣服 就会污染200吨的水源 这个数字在缺水的台湾 看起来是一个沉重的代价 它这泡泡很多 到这边的话它就会消除掉 是因为界面活泄器的关系 大白天我们目睹整条南坎溪都是泡泡 在染整液它在染色的过程中 它有加入注剂的话 那因为注剂它本身一个界面活泄剂 那基本上它不是我们 不是水污染的一个污染的项目 这边就是水污染的水污染 是因为水污染的水污染 是因为水污染的水污染 水污染的水污染 水污染 桃园142家燃整厂 主要分布在卢竹 大园 观音一带 附近燃整厂的废水就是泡沫来源 可能带有环境荷尔蒙 人积分 却未纳入废水检测 等我一下 我请他帮你问一下 没有检测他们的什么NP NPE 我们挺多测CODE SS 测度 然后高速度 然后有时候你要送减要测CODE 我们不用测试 那个客人要求客人 他们自己会测 业者说 纺织废水的检测项目 不含人积分 虽然家用清洁剂全面禁用 工业用的非离子介面活性剂 还有八成人含人积分 其实应该还蛮多废的 可是并不是全部 南城的废水放流口 还放核色的废水 桃园县环保局多次漏液击查 去年告发的水污染 超过70件 但工业合法使用的人积分 部署查验项目 环保署曾检验台湾40条主要合川 八成丢人积分残留 七大浸水厂也都验出人积分 水中一点浓度 那我们就觉得 那就是OK了 表示说我们到这个信线 比如说到鱼软 甚至会有到所谓的上万倍 这样子一个量的一个增加 环保署最新的环境流布调查也显示 家用清洁剂禁用人积分后 河川内含量还是偏高 新电器雨体内的量 比三年前还高了四倍 我经济部是工业的主管机关 它能够协助台湾的工业界 它能不能在污水处理厂 还没有排放之前 能够让它分解到 没有不得减出在排放 这一天我们来到一家燃整厂 好几百种化学物质 在厂内合法使用 化学的东西有毒性的太多了 台湾的燃整液 也还在使用藕蛋燃料 可能释出致癌芳香胺 有毒性的藕蛋燃料 我们只是做调色一点点而已 那个会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业者透露 进口的成衣成本低廉 秘密就是用的东西不一样 中国大陆的固设计 它价格大概只有台湾的十分之一 它固设的效果却有台湾的十倍 差别是在有没有毒性而已 不管它有没有毒害 它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化学物质在里面 这个都是应该要去被正式处理的 我们的水不应该有各式各样 奇怪的东西在里面 根据统计 每生产一公吨纺织品 就会污染两百吨的水 除非明文规定 这些有毒化学物质 工业不得继续使用或排放 就会继续污染我们的水 毒害受伤大地